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說兩句 大家有沒有發覺 現在傳統的武冠也好 新式的武冠也好 已經是不打沙包的了 我們傳統武冠的沙包 就是用麻包袋包著沙來打的 徒手打的 不是帶著拳套來打的 包括拳、掌、指、爪、腳 全部都是不需要包的 就這樣打的 所以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們打拳出去這麼短呢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打開沙包出來的 為什麼呢 你打長了 沒用 你沒有打過沙包 你怎麼知道方位、時間、各方面的東西 你根本上就不明白 你的馬步去到哪裡 你不明白 你打到沙包 浮沉吞吐 什麼叫沉勁 什麼叫套勁 你根本上就不明白 靠猜 譬如我一拳我打到沙包那裡 我如果打到沉勁 或者打一個吞勁 沙包是不動的 拳頭擠進去 那些就是在沙包那裡打出來的 我覺得現在很可惜 很多武館 連沙包 甚至乎帶著拳套打的沙包 都已經失去了 因為沒有了 何況是橋手藥 我們還要浸橋手 為什麼要浸橋手 因為我們打完沙包之後 會雨、會傷 橋手藥 我看很多武館已經失傳 以前很多傳統武館 都有橋手藥浸 打完沙包之後要浸橋手 這些是賴行公事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覺得很可惜 現在問了很多師傅 他都未必知道橋手藥的配方是什麼 只知道很多明白就是 用醋浸爛鐵 但是其中有很多藥材在 大家都未必清楚 那些是失傳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已經沒有了那種東西 那為什麼呢 這個爪為什麼打出來 那個方位這麼準呢 為什麼他們的拳 或者指啊 爪啊 拳啊 各方面的腳 為什麼打到這麼準呢 力度剛剛好呢 因為我們打過沙包 我知道那個方位 時間各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 值得大家去考慮一下 研究一下這件事 這些是我們很寶貴的東西 多謝各位 好 這個就是重點 說出來 你說到這裡 都真是很可惜的 我說說我們香港的問題 原來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不知道澳門怎樣 我們香港現在呢 是不可以私底下 你的武館 以前我們的武館 師傅是自己浸藥酒的 自己浸藥酒 他們自己呢 說自己都會有個秘方的 就是你不要管他的秘方 是堅不堅 我們是可以自己浸的 但現在香港政府呢 我們現在有個規矩 就是不可以私己 就是私自 是沒有拿牌去做藥 你做藥一定要拿牌 這是第一 你就算自己浸一點 都可能會犯法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呢 將來 我夠膽講 沒有鐵打的了 沒有鐵打師傅 因為現在在香港 如果你要做一個鐵打師傅 他呢 就入了一個中醫師 就是中醫那個範圍裡面 那個範圍裡面呢 你中醫呢 不僅是醫鐵打 你要讀了全科 中醫的全科 就是你要懂把脈 懂給藥 諸如此類 都不要緊 他最慘 現在我們中國 我們香港啊 我不知道澳門 也不知道中國怎樣 中醫 是要學西醫的東西 學西醫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是中醫 她是要讀血型學 讀細胞學 讀這些 這些不是我們中醫的東西 不是中醫體系的東西 這是西醫的體系 但如果你不懂 你考不到 你是做不到中醫 當你做到中醫 我太太是一個中醫 她拿到牌 但她都不懂鐵打 因為鐵打是獨立一科 即是骨科 骨相科 是的骨相科 所以 我們現在開始 那些老師傅走一個 我們會斷一個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將來是沒有鐵打 這樣更可惜 好 第三 你說回 剛才你說大拳套 打沙包 這個非常之好的說法 因為 我們中國功夫 我們傳統中國功夫 是不止拳頭的 拳頭 是中國功夫裡面 拳術裡面 是最低的一個水平 我們是很多的 我們有獎 有紙 我們的紙 都包括我們 炮拳的紙 爪 很多很多的 應我們的殼嘴 這些慢慢慢慢 如果我們不去保留 我們再做很多師傅 很多傳統中國 國術的師傅 如果我們還不繼續 去保留 去思考 怎樣去發揚 這種慢慢慢慢 沒有了 是一種非常之可惜的傳統的 就是中國功夫 失傳 慢慢慢慢 變成一種 演繹 表演 拿分 難度越來越高 將會是一種 不是功夫 只會是一種 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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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 跳舞的舞蹈 或者是體育的東西 那 不如叫李玲來吧 是吧 不用我們中國功夫 所以我們現在這麼積極 這麼辛苦 我們都要繼續 去講講 我們傳統中國功夫的重要性 沒錯 其實你講 是很容易的 但是實際上來講 現在的年輕人 受不受這一套 是否這麼刻苦耐勞呢 我想黃光臨師兄說得對 是吧 現在的小朋友 肯不肯幫你打沙包 雙手很痛的 是不是 不是呀 不是小朋友打沙包很痛的 我不知道你們怎樣 如果那個小朋友 在我們那裏 學到打沙包 打損藥手 去媽媽來投訴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所以我們 所以家暴 不是呀 她說你的師父 師父師暴 所以 現在慢慢他們寧願 可能有些師父教武師 已經不是教 還有 還有 如果他教他 工具更麻煩 如果他知道 剛剛兩個同學 我們那時候 有對策 現在的對策 失傳了 如果那個同學 不覺得對策 慢了一點 讓他刀 批出手 拼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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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又會來 吵個校長 大家寧願不搞 慢慢慢慢 這些也是很可惜的事情 如果我們講 所以我們會搞這個論壇 希望大家多些交流 多些講這些 才會提升我們的進步 還有呢 希望引發一些年輕一代的 可以去提起他們的興趣 原來是這樣的 出處是這樣的 那我們希望 我們今晚 有三百的座位 可能有一兩個小朋友 入了道的話 那都是大家的功德 那這裡呢 看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這裡再一次 多謝我們兩位師父 也都多謝在座這麼多位朋友 更多謝呢 弘基超市 和王老吉 安排到這麼好的節目給我們 多謝大家 希望後會有期